我们这个水肥一体化 现在开始操作浇水施肥了 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边就开始滴水了 这就是滴灌 出水口啊 出水这话还是比较均匀的 这就是水肥一体化啊 那个水肥机的一个省工的一个方法 一个人就可以控制了 或者是不需要人自动控制 这个就是我们水肥一体化当中的一个 总控制台啊 浇多少水用多少肥 然后浇灌多长时间 出水量压力等等 全是在这个控制台当中控制 同时这个控制台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端进行控制 就常说到无联网 因为我这个手机正在拍照 没法给大家演示 你看这边都是一些 看压力数值 这是看我们出水压力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 就是每一个 这个湿肥罐当中的一个 湿肥的一个出肥量的一个控制 这三个呢 是湿肥罐啊 这个三个湿肥罐呢 你可以装不同含量的肥料 你用哪一个配方呢 肥料配方 你可以用哪一个湿肥罐 你看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井水过来以后 进行第一次过滤 这是第一次过滤 过滤以后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沉淀池 再进行沉淀 沉淀了以后呢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水泵 就开始进行激罐了 进行激罐了 然后随着管道 我们走到这边以后呢 我们看到没 每个湿肥罐下面 同样也有过滤器 防止这个肥料的一个 溶解以后 有一些 哪一个残渣溶解不掉的话 我们要进行过滤 然后肥料和清水 在这个地方进行混合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 最终端 同样还有一个过滤器 来过滤 像这些过滤器呢 需要定时的进行清洗了 然后这些是最终的 水肥混合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出水口 我们需要每次浇水来受 然后通过这个 接这个出水口的一个 溶液以后 来测量它的依稀值 也就是肥料的含量的依稀值 来确定每一次浇水 用多少肥 总的来说呢 用水肥一体化 进行浇水施肥是最盛人工 最科学的一个方法 Kr Bun